是五穀的牛奶棉 3.0的勾针 我起的是十针 是三到六个月的宝宝的 下面开始起针 线在小拇指绕一圈 然后这个食指把线调上来 中指和拇指捏住线头 勾针放到线的后面 逆时针 绕一圈 把线勾出来 把线圈拉紧一点 第一个线圈 我要把它拉紧一点 要不勾到后面它会很宽就不好看了 第一针是不算针的 那现在我们开始起十三针的锁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我是起十三针的 如果想勾大一点 就起十五针 十七针 起好十三针锁针以后 我们勾针绕线 在锁针的回头的第四针 一 二 三 四 我们调半边线 把线勾出来 这时候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一次 两次 这就是长针的勾法 我们在这个线圈需要勾三个长针 两个 三个 勾完以后 然后我们在这个加针的这个线圈这里挂上一个计划扣 后面还是要加针的 接着我们勾八个长针 不加不减 我们拨开一点点 看到这个线圈下面有一个锁针 我们也是调半边 把线勾出来 一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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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 五 五 六 七 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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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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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完八针以后 我们后面就剩最后一个线圈 我们后面就剩最后一个线圈 在这个线圈我们要勾出六个长针 十五 一层 一层 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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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 四 六 六 六 二十六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记号 这里是要加蒸的区域 接着勾这八针的长针 不加不减 这边跟这边是对应的 红针绕线 这时候你也把这个线头藏好 红针绕线 从对应的针绕 这个地方传过去 这边是 红针绕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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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完这八个长针 前面这个计划扣的位置 勾出三个长针 可以把计划扣拿掉 在第三个锁针的位置 我们要引拔 123 这是第一圈 28针 我们引拔过来以后 第一针 我们这三针是要每一针 加一针的 先看这里有两个线圈 这里是调了一根线 这里是我们调两根线 勾出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第二针也是 加一针的短针 这就是加了三针 这就是加了三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